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千点的关卡左右附近 今天日韩股市走跌 关键是因为美股 美股在今天清晨收盘的时候也是大跌的 今天势必要影响才被股市开盘了 今天这个行情怎么来掌握 节目上请到专家 请到陈君温伟杰 伟杰早安 十分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如果今天我们来看到 其实这个日韩股市今天早盘下跌 其实基本上不意外 因为基本上今天清晨美股 你打开盘一看 哇塞 这个美股跌得很重 那目前看起来大大跌幅都快逼近三个百分点了 所以今天基本上台北股市开盘 它的跌幅大家应该是稍微可以预测 对不对 对 我想其实在今天的这个亚洲盘开出来 其实气氛就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所以日韩股市呢 通常都会影响到台北股市开盘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呢也不意外 台北股市开低是还蛮正常 不过开低之后就要变成 有几个重点要去做观察 包含像是到底外资在盘中的一个进出的状况 或者是针对全资股的一个进出 其实都是影响台北股市 有没有能够重演 就是上一回下跌的时候的这一种 开低走高 拉长下引线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码 所以呢其实在今天当中呢 台北股市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半导体产业 那第二个就是电子零组件 那这两个其实都是电子股过去 在台北股市高档震荡的同时呢 重挫的发展 那么在台积电的ADR交易时段是跌了四个百分点以上 那在这个现在目前盘后盘的交易过程当中呢 台积电的ADR同样的继续下跌了大概1.6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今天台积电的表现势必会受到一些影响 当然对台北股市来说 它的压力就会更沉重 那么过去呢 在台积电走低的过程里面呢 扮演神救援的这个角色的通常都是联发科 所以呢联发科有没有办法 能够在今天的盘式当中 也能够在单企支援台积电下跌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个就是在盘中半导体产业的个别股 全资股在轮动的时候可以留意的重点 如果说他们轮动的这个接替的这个状况 都是非常良好 比如说台积电跌 然后马上联发科就能够补上 那么至少台北股市 比较不会像是日韩股市一样跌幅这么样的大 那后续呢还是要特别留意 就是说在传产跟金融类股 同样的在过去的盘式当中震荡加大的同时 传产跟金融也是撑住台北股市 另外半边天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只要这两个族群能够发挥到稳定的一个效用 那么在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现 可能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那重点就在前波高点 16238能不能够守得住 那如果守得住 基本上台北股市都还有机会 维持在强势高档震荡的格局 随时都有准备创新高的可能 但重点在要先守住前波高点才可以 好的确那这一波的这个雅股 今天带动跌下来主要就是因为美股的关系 但美股昨天特别伟杰带涨到了 在这个结构当中你去看 其实科技股市跌最重的 那为什么我们从美股的四大指数 我先带大家来拆检一下 昨天这个跌到底跌的原因是什么 好我们先看一下在台北股市昨天的进出状况 简单大家看一下 昨天外资是买超了231亿 那今天可能又会再把昨天买的又卖掉 不过看金额不重要 因为你要去看他昨天到底买什么 买什么 一样同样是加码面板双虎 买了华航买了鸿海 大家要记得这几档个股 好另外我们看到在期货的部分 期货在他们的净空单 仍然是维持在2.8万口的净空单 所以空单水位相当的高 所以他们虽然买超了现货 但是空单是没有放手 在做一多一空的这个风险对冲的动作 好那选择权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外资的选择权部位 是SACO BY PUT 也就是它是属于一个空方的一个操作格局 好回过来我们看一下 美国股市的一个状况 美国股市呢 其实在这个过去这几天当中 我们就特别留意就说 为什么其实美国股市出现了一些 利多不涨的一个效应 其实原来我们后来告诉大家 原因就在于 10年期公带殖利率一直往上跑 好不容易照了前一个交易的 出现了一个长虹K棒的一个突破 把整个前面的整理平台给进行了一次性的这个突破 那我们昨天呢 在节目当中有说 这根长虹K棒低点是不能跌破 收盘不可以收在这个低点下面 结果呢 昨天收盘就收在那个低点下面 代表这个叫做短期的一个假突破现象 假突破就有可能会酝酸拉回 而拉回回撤的地方在哪里 回撤前一波的这个多方的起长点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就比较深 它可能会介于到季线跟年线这中间了 那甚至也不排除会直接回撤到年线的一个这个位置 这个是大家后续要特别留意 那么另外呢 在科技股的部分 其实早就已经转弱 我们有讲过 它反弹没有站上月线 其实就是还是弱势格局 甚至呢 在起跌之前 还出现了一个空方的攻击缺口 只要没有封闭 科技类股 基本上未来的危险性 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这是从技术面的角度去做观察 但是呢 短线上面至少我们这边也确定了 它就是一个假突破的一个形态 甚至呢 如果你再把这个进一步的紧线化出来 它会出现一个短线的头肩顶的形态 那当然头肩顶的形态 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它可能接下来会怎么走 同样大概也是往年线附近去做靠拢 好 另外费城报道理指数呢 是这一波算是维持的相对强势 但是你看到 在上涨之后 马上就在昨天 一根长黑K棒就把上涨的加速 跟这个涨幅全部给吃掉 那么尤其是在前一个交易日当中的NVIDIA NVIDIA因为受惠它的业绩非常的好 所以在前一个交易日是出现了全面性的大涨 但是在昨天就把上涨的吃掉了大半的一个幅度 所以造成整个费城报道理指数的信心 是出现崩溃的一个发展 好 另外呢 在整个美国股市当中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指标 等一下呢 就看到在FED的这个利率政策的风向球跟货币收缩的一个影子打手是什么 就是10年期公债殖利率 所以你看到10年期公债殖利率这个是周K哦 周K 它昨天呢已经来到多少 已经来到了1.54了 已经来到1.54 换言之 华尔街投行它所预估的股市跟债市的临界点已经被超越 什么叫做临界点 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标普500就大略的范围来说 他们的股息殖利率报酬就是1.5 所以他们会说当债券殖利率超过1.5以上的时候 就会弃股转债的效应浮现 至少在短线上面会弃股 至于什么时候要转债还不知道 但是现在至少它在市场上告诉你 这个弃股的现象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且在昨天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 它是大幅度的攀升 而且盘中涨幅一度高达10个百分点以上 这个对于利率的走势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涨幅 那么最近市场上其实针对于10年期公债殖利率 一直有广泛的讨论 甚至有说这个就是一个长期要经济复苏的现象 但是它其实是先反映什么 反映通货膨胀在接下来3到6月份 会快速度攀升的一个发展 而当通货膨胀来临的时候 当然你会看到殖利率上升推升再次的崩盘 除此之外也会影响到股市的表现 所以现在美国股市会进行一个估值修正 所谓的估值修正就是高估的要往下修 低估的可能会震荡之后往上跑 就是今年全年度美国股市的一个主轴就在这边 所以其实在整个利率的部分 大家说这个鲍威尔就说我一定要维持宽松政策 但是你可以看到如果要维持宽松政策 时限期公债殖利率不会攀升这么快 按照过去FED的一个经验逻辑来去做观察 通常这个利率代表的是它的风向球 或者是它幕后在操纵美国资金流动性的一个影子打手 它如果没有把它压下去 代表其实它已经在市场上动作 动作什么 升息 它已经在市场上升息了 但是它在明目利率上面 它说我就是维持现在的利率水准 但是它在金融资产的市场上面 它已经告诉你 今年美国的资金流动性是偏紧缩的发展 所以在整个美国股市 甚至在全球范围的投资的金融资产当中 其实都要留意金融 这个什么公债殖利率上升的一个风险 尤其是股市过去都是出现过度高估的一个现象 回档修正 光是一个回到年限 你可能就会受不了 但是它还没有破坏 长期多头的格局 所以在操作上面还是要建议大家 在时间期公债殖利率仍然在往上攀升的同时 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手中部位操作的风险 好 这是在因为受到的相关的公债殖利率 上冲的影响拖累的 不过目前来说的确 因为美股的关系亚洲盘受到影响 台股今天开盘的确也受到影响 我们先来看到期货开盘 今天跌幅超过两个百分点以上 百分之2.2的跌幅 下跌了369点 目前一万六千零二十点 在一万六的关卡附近了 这个地方最好要守得住 一万六如果跌破的话就不太妙 那今天受到影响之后 大家就很担心了 那这个状况会造成变盘吗 不过似乎在美国联准会的主席 不这样认为的 他觉得经济要复苏 在今年下半年 很多人本来是想预估 但他觉得没这么快 他觉得这个复苏的路还需要有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现在担心的通胸问题 主席不这样看 他觉得可能还要在三年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也就是说美国要升息没这么快 大家是不用那么担心说资金真的会跑掉 好 其实这个鲍威尔的谈话 大家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他的说法其实有很多反复的地方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过去鲍威尔是这个川普选出来的央行主席 换言之鲍威尔的政治敏感度非常非常的高 他会讲市场喜欢听的话 过去这两天礼拜三礼拜四 都在国会进行听证 所以当然会有很多的国会议员问他说 你对于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 什么时候要升息 什么时候要购载计划退出 那他当然说我们在这个就业没有全面性的复苏之前 我们都不会去考虑升息 甚至要退出QE这样的动作 那另外呢 在通货膨胀 接下来升到六个月 还先打预防针哦 升到六个月你会看到通货膨胀的上升 但是那是短期现象 所以呢 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短期现象拿来升息 然后美国股市那两天 开低走高 或者是直接就绝地大反攻 所以你可以知道鲍威尔的言论 在美国股市当中 其实是反应相当激烈 但是呢 这两天听证会过后 鲍威尔回家休息了 结果呢市场上还是在反映 十年期公财殖利率的一个定价过程 甚至在昨天的美国股市当中 其实他们公布了一些相关的经济数据 你看到美国第四季的GDP 去年第四季的GDP 来到百分之四点一 原先预估只有百分之四 所以呢 它是往上跑的 那所以其实这有些细项 虽然有部分的下调 但是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 美国第四季的一个GDP 是呈现往上增加 甚至是优于市场上 普遍性的预期的部分 那另外呢 最重点是在固定投资的部分 它是这个有小幅度的上升 固定投资代表资本支出在增加 资本支出在增加 代表美国的这个企业 看好未来经济复苏的状况 才有固定支出的增加 那固定投资的增加 代表接下来 美国在今年的经济复苏 其实是相当乐观跟OK的 好另外我们看到在失业率的部分 那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一个人数呢 其实也下降来到了不到八十万人 你看到这个跌幅非常的大 我们上一次在帮大家追的时候 其实还在八十几万 但是这个礼拜公布出来 已经少于七十三万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在下一张图 虽然说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 再往下掉 但是呢 申请急难救助补助金的人 却是创下了有疫情以来的新高 这代表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工人在失业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就业的不确定性 所以当然鲍威尔在这个总体经济 现行的数据之下 他会告诉国会议员说 我不会升息 我会继续QE 然后利率会非常低 但实际上他有没有在担心 未来通货膨胀发生的风险 有哦 所以他才放任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不断的往上攀升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互相对照之下呢 我们才会说 现今年的美国股市全体来说 经济景气是会复苏 没有错 这个是大全体 但是美国的股票市场 可能它的震荡会非常非常的剧烈 甚至呢 也不会像去年一样 那么样好的行情会再出现 这个是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选对板块 选对产业趋势的地方 不要再去执着在高科技产业 刚一开始事分就已经先提到 高科技产业就是现在 目前美国股市大幅度修正的一个主周 所以千万不要再往危险的地方去 也不要去拆低点 因为刀子才刚刚掉下来 好的确我们看到 今天这个跌幅来到了超过两个百分一点以上 不过关键来看到 还有一批资金需要大家关注的是 昨天去年其实这样一路拉上来 寿险业占了很大的功能 对对对对 他们大买了很多 好不过现在传出来 他们一月份是开始做出获利了结的动作了 卖了七百亿 但你知道他一月份的业绩绩效是非常好的 他是赚钱了他才卖 那这一波的资金抽离之后 对台并股市会不会有影响 韦杰怎么看 好 其实一月份的大跌除了外资之外 这个受险资金的调节 其实也是一个影响 这个一定的 不过受险资金部位本来就比较庞大 他们要去调整部位的平衡 比例平衡其实本来就要提早 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 就是说现在美国股市 它的值率会那么高 而进行预测性的一个调整 他比较没有办法 他只是说我的部位太大 我要可能先动作 不然怕下跌的时候会来不及 所以只能先调节 那调节之后 会出现一个资金再平衡 跟部位再平衡的修正 所以其实这个受险资金在调节 不代表他看坏台北股市 而是说他的部位 在台北股市的部分赚太多 那债券其实相对的赔很多 那本来就是股债平衡比例 要稍微平衡调整一下下 卖掉股票再去补债市 然后维持一个部位的平衡 这个是受险资金在考虑的部分 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现在就目前 台北股市的开盘状况来看的话 只要能够在技术面守住前波高点 其实大家都不用太过担心 甚至到目前为止 还没跌破月线之前 你都不用过度的担心 台北股市接下来会如何如何如何 大家不用过度的操心 好 那不过如果现阶段来说 我们说如果逢低来说 可以做些什么布局呢 刚才说科技股不要嘛 那目前来看到了几个族群特色 包括像是追资的原物料 长得很不错 还有包括像是电动车 这两个族群委杰怎么看 好 其实电动车 它是一个长期的题材 所以其实未来只要有 一旦有碰到这种非产业性的修正 比如说电动车 现在大家看好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趋势 它就不会改变 那如果说未来是碰到 比如说像是大环境 像现在美国股市的修正 影响到他们的这些公司 或者是企业的股价 进行了这个盘中 有被错杀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你反而是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下 所以其实电动车产业 我们是这样看 你不用急 它总是会有时间 让你有机会回来 让你去做布局 另外在原物料的部分 从去年的第三季第四季 我们就已经告诉大家 这是全年的趋势 除了去年之外 今年也是一样 包含像是在远东五大贩用数值所带出来的塑化族群 你看到台塑四保最近的表现其实都非常的亮丽 甚至外资也开始连续性的买超 那么在虐价跟铜价不断持续创高的过程当中 也带出来不管是在不锈钢族群 还是在铜报价相关的滑行 其实也都有一些反弹性的一个表现 不过未来 虐价跟铜价的需求应该是会持续的上扬 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需求会持续的 针对这两个原物料 去增加他们的一个需要 所以在报价上面应该是会 只会高 不会便宜 那后续在这些族群当中 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留意 好所以虽然说今天是走跌了 不过还是要看一下 在今天有没有办法撑盘 那相关的热门族群 大家其实还是不用太担心 不过最后时间 我已经带大家看一下 在今天的最后关盘重点 好我想其实外资可能在今天 大家又会看到外资又出现大卖 最近一天买一天卖 对大卖不是重点 你要去看他到底买什么股票 卖什么股票 他是卖什么 他是卖半导体 买什么买电子零组件 电子零组件是什么 电子零组件就是这个面板 然后那个记忆体跟PCB等等 这些个股其实都OK 甚至在传传类股当中 空运的这个运价在上涨 其实你看到昨天 他也买超华航很多 对不对 所以在后续的部分 大家可以从外资 不要去看他卖 你在看他卖的同时 你要去看他大卖的过程当中 买了哪些股票 这个才是接下来 我们应该要在 就是说接下来台北股市盘市 只要一旦落底指纹了之后 我们要去观察了重心 跟投资的机会 好所以提醒大家 今天虽然大跌 但是不要一开盘就跑去抛售 对 不用怕 对 你手上有些不错的机会 稍微可以留意一下 好 那最后的关盘重点呢 好 其实外资这一次的 整个策略调整是比较明显 包含像是传产跟金融 都是他们的一个主轴 所以后续外资的买盘 重点在哪里 会变成是各位投资朋友 在未来选股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向 好 这是今天的解排 下一周团队先锁令我们节目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